兄弟们大家好 我知道大家今年都很难 受这个口罩的一些影响 我觉得很多的实体经济 还有发明人过得是比较艰难的 也有很多人想找一些好的项目 所以我们应这个国家的这个要求 我们这次搞了一个活动 就乡村振兴 找好项目 这里有发明迷 圆胖全国巡拍秀 今天我们的第一站到了天津 这里有一个发明人 叫做邵春生 他就是小学文化毕业 做到现在的资产商议 我们等一下去认识一下他 好吧 走 这就是我给你们介绍的邵总 邵总是有小学文化毕业 现在干到这个商议的资产 你是怎么想着搞一个这个的马舵机 之前 你是修挖掘机的吗 之前修挖掘机的 在河边探场的时候 还想再干一件事情 后来我的老叔就说 你也想干呀 这个马舵机 马舵这块目前是市场空白 你能不能研究这个马舵机 就是今天的事情 明天就开始干了 这能给省多少人工 就你买你这台机器 一台设备省十几个人工 十几个 现在人工贵 人工贵 像你这个能实现傻瓜是操作的 能实现 能实现 你像看我们机器的 我们接触的那些关闻客户 这帮机首 没有文化 像我是小学的 但可以了 他们连小学都没毕业 小学文化毕业 能干成商议的老板 你这个还独一份 有的时候学历虽然是没有 但是我们有学习的能力 这机器好使吗 好使 你操作了多长时间 两年多是 你一天也码砖 以前码砖是怎么样子的 全球个人工码 人工码 一天能够码几 多少度 也就码了二十个 二十度 现在这个机器一天能码多少个 一天只要是好使的话 能码五百再码 第一台机器 通过央视我爱发明 之后播完以后 我日照到一位老大哥 到现在我印象很深 丁原汁老大哥 因为他是看中央视我爱发明 买我的产品 他就告诉我 你要对得起央视 所以说就是啊 他告诉我这句话 我就想了 说这人央视 中央视 给我介绍我的产品 我的产品好 咱们就要往好里做 必须的 就是以这个初心 做好这件事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 小心 小心 小心